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今天是中秋节 在这个河家团圆 大家都很开心的日子里 我决定军选一把东方药 刚才这个拿一写的片段 我之前做过视频 想必大家也都看过 这是对于编程东方药的打法 等他拿完河系 我们正好二级直接一套过去把他瞄了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朋友问了 如果对面东方药带的是闪现 或者是鸡跑怎么办呀 今天这不就来了吗 众所周知 二级的孙奔 一套技能 险机普攻 刚好可以带走一个满血脆皮 但东方药每个技能都会有回血 二级的话他就能回三次血 所以先别着急放技能A他两下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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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装放弃 往回走 回头一个一级能金鱼炫 A一下 直接拿下 手一下普攻都不行啊 兄弟们 铁针他为什么不交闪呀 这个问题问的好 他为什么不交闪 那次要原因是因为我往后撤了一步 他以为自己可以跑得掉 是主要原因吗 它 他教了啥 我这段不就不发出来了吗 铁针你又奖励自己云中军了 这个鸟可不算奖励啊 这就提前预知 大家看我的经验条 拿到云中军之后 马上四级 这样一来 第三波并线交汇 我不需要吃线就能直接生死 注意小地图 东方药去中路蹭线了 不吃线就能生死的好处在于 对面没有你的视野 他不知道你在哪 13A2A2A2 所以说啊 兄弟们 对抗路 拿了一血 拿了河系 一定要把云中军拿了 这样一来 第三波四级线 你完全不用吃 就能直接生死 掌握着极大的主动权 过去把药的药吃了 跑不掉 死之前再把兵线清掉 一定要站在塔里 为什么 这样一来 可以死的比较快 东方药助攻都摸不到 夺损呢 兄弟们 如果这时候云莺再跟他分享一下冰线 那他就彻底爆炸了 可惜云莺是个懂事的打野 然而夺损是不会停止的 他要刷了 我再吃了 再见 开船跑 今天的月亮很大 月光洒在床上 要掀开被窝 哦 以被窝的损策呀 于是我又叫来了玉环和蔡文基 你没有体验过被双奶的感觉吗 如何能同时拿下两个人头 看我操作 先冲药 再杀小乔 药跑了 小乔没拿到 问题不大 众所周知 电子间机不需要视力 即使在首月的八倍镜面前 你往地下一躺 他就会以为你是个野怪 真就看都不带看一眼的 还记得刚才我说过 孙策和双奶能打出怎样的配合吗 这边被激活 别着急 开船跑 让我看看能接一个谁 好 接了个鸡鸡公主 这不是救护车吗 玉环 我回来了 哎 杨玉环呢 哈 死那么远啊 趁大家不注意 先把三只配齐打了 这个理财什么时候都不能忘啊 一技能预判都放药 落脚点 拿下 欺负我小猫的下场 如果一个孙策看到你小姨子蹦蹦跳跳的往你这边来 那这么有埋伏 而且不止一个 但这五个就离谱了啊 孙策被人包不要直接开大啊 这样容易被人挡下来 你就一技能往没人的地方跳 然后秒接大招就行了 刷了一波伤害 还能拆个塔 而且团宠的待遇也来了 请求集合 收到 我和你飞到蓝蓝的天边 我和你冲下满满的花园 有鸡鸡公主的力量 胜利是理所当然的 拿下小桥 拿下东方药 一波 出发 了解